一听到了垃圾车的音乐 家家户户拎着垃圾和资源回收前来 等着清洁队收运 而从4月份开始 新北市要开始实施回收新规定咯 有七大类资源回收物必须分开单独回收 同时要使用能够辨明内容物的袋子或箱子 来盛装回收物 如果违反规定 最重可处以新台币6000元的罚还 从4月份起要单独交付资源回收物 包含了单一材质且干净的废塑胶带 包装用发泡塑胶 也就是保力笼 废玻璃容器 废照明光源 废干电池及行动电源 废谦虚电池 还有高压容器等易燃物 共七大类 而为了让民众建立正确回收观念 环保局在新北爱环保脸书粉砖上 举办新北回收攻略线上活动 针对民众比较常忽略 或者是容易混淆的回收分类规定进行宣导 例如纸容器与纸类应该要分开回收 资讯类产品中 亦有有害金属务必要妥善回收 以及废食用油应该以容器装妥后回收等等 民众只要参加线上粉砖闯关大挑战 就有机会抽中电影票 邮政礼券等好礼 新北市环保局再次提醒民众要落实回收分类 4月份起废塑胶袋等七大类 需要单独交付回收 并且不可以使用不透明的塑胶袋装回收物 民众如果不确定有哪些物品可以回收或者是丢弃 可以到新北市环保局回收物品亦查通网站查询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